2 3 4 李霜江 男 22岁 重庆人 加姆斯大学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鱼中有人厚舍之 习云绿散言谈 信四九 憨厚常驻诗诗歌赋 眉笔与紧装太白 文旦于丁丑伐月 富通周易朝五行 自知水微 故取自双江 大家好 我叫李双江 秉民李义 来自重庆市 我擅长试试写作和烹饪 爱好骑行和羽毛球 我曾发表过论文 申请过专利 并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校级奖项 今天来到菲尼莫书的舞台 我希望寻求到一份 有关于机械设计或产品设计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菲尼老师 感觉是一个寿场版的 吴胜站在那 他比吴胜帅多了好吗 寿场版的 吴胜已经老了 对 我和他比已经连老次摔了 他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他文艺方面 诗词歌赋很喜欢 自己写了一百多首诗 但同时呢 他的专业又还不错 拿了各种奖项 是吧 咱们先说理工的 还是先说文学这块 文学了吧 那您要不先读一首 热一下茶 不不不不 我们让那个同样很有才华的诗盛 吴胜 你俩PK这样 我跟他PK太掉档次了 你真是 来 吴胜你来 吴胜啊 你说你年老色摔啊 真看出来了 这是你的诗对吧 对 你们俩一人一聚了 行吗 一人一聚了 情色和鸣嘛 好 对吧 双手连弹 来 来 来 掌声 好 千指鹤 星图 顺着溪流 一直流 一直滑 好浪漫艺心啊 他们两个好 他们两个好有喜感 顺着溪流一直滑 滑到故乡的伤毛 风拂过斜 歪斜 画在摆放的画甲 淋没着出声的嫩妖 月光下雪白的哈达 是你赠于我最美的童话 一阵风就可以把我带走 我深知道 那浮游就可以把我带走 但那又怎样 我会让清晨的小鸟欢唱 让全世界知道 我也有恒性的光芒 本来一首挺好的诗 让你们俩念得特别有喜感 我聪明吧 还好我没读 对 说一下这诗写得怎么样 你也是喜欢写诗的人 我觉得可以再惊念一些 我可以说一首我写的诗吗 可以 可以 我爱你快疯了 我疯了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会疯狂自死 而我死了 这个世界上 就少了一个疯狂爱你的人 没有 没有 你评价一下 他的这个诗怎么样 我疯了你也没什么好处 我这也叫诗 现在你疯了我们都有好处 很有深度 很有深度 这样我给你们出一个考题 你们俩急性地来一首《现代诗》 这个题目就叫做 这个男人有一双洁白的腿 你先来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世人看不穿 我有一双洁白的腿 管他他人怎么看 来 李双江 我有一双洁白的腿 如萧葱一般 牵牵做着细部 徘徊在幽荡的田野上 闻着那泥土的芳香 夹杂着清晨的味道 我听着小鸟的欢唱 在唱什么呢 唱我那洁白的腿 我希望你们比下了 都是什么鬼啊 完胜无胜 我那洁白的腿像香葱一样 我想战将 谢谢你 还有韭菜味道 接下来我们说说你这个专业方面 好嘞 就是机械方面 我在去年的八月份 申请过一项 实用信心专利 是一种多功能的发电鞋底 就是我走路的时候 它可以发电 然后把储存的电能 然后再转换成我们手机 你这个发电发的 它是可以插电插在手机上 就两种重法 它这有一根线可以粘出来了 一根线 它盘着了 然后可以拉出来 然后可以放在兜里这样冲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充电板 也可以抠出来 可以抠出来 前提条件是要有一双洁白的腿 机械就像我的灵魂一样 然后文学显示像我的双翼 我的这个翅膀 带着我的灵魂的奥翔天机 它还有一个视频播一下 这是我所设计的 四大五名古国信念的产品 其中融入了古中国 古印度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中的 一些古建筑的元素 和文化元素 这是我利用性别图标 做的一个戒指 这戒指可以拆分开来 作为一个耳坠 这是我为我朋友设计的一款钥匙挂饰 其中的字母是他名字拼的首字母 这是你的专业吗 你做机械设计还是做精工设计的 我是做机械设计 但是我的爱好的话 我喜欢做这些手饰设计 还有这些产品设计 我都喜欢 我都能做 你没有去找哪家视频公司去联系吗 有 我联系过周大生 还有周大福这些视频公司 他们要你的产品吗 但我不是联系的那些企业家 我是直接问了他们店员 觉得这个怎么样 他们觉得可以OK 你拿过奖学金吗 基本上大网罐 其实我是蛮喜欢他的 我觉得你做设计师脑洞比较大开 思维也比较活跃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你完全没有过实习的经历吗 所谓的实习的话 我们去大连实习过 但是那个就是看机床 然后介绍一些机械零件的 那个除了这个实习之外 就是我们学校内部搞一些实习活动 你要应聘的是机械设计和产品设计 对 对吧 设计师的 那产品设计是指哪一方面的 都可以 只要我们所看的能够摸到的 我都能把它设计出来 你要求薪赐多少啊 8K加 有地域限制吗 云贵穿鱼 北上广深 哎呦 今天又出来了一种新的标准 北上广深我知道 云贵穿鱼是什么 鱼 鱼是鱼都是重庆 对啊 重庆嘛 因为他重庆人 所以他实际上也重庆 对 我重庆人 就那一块 又云贵穿鱼 西南 然后再次一线城市这一地区 为什么这么分 其他地方不去啊 哎呀 也是我父亲那些要求 你听你说话的口吻 是一种 试财傲务的那种感觉 哎 怎么这么听爹的话呀 毕竟将来是老的辣吗 哈哈哈哈 现在我最担心的一点是没有岗位给你啊 这里有你的新一企业吗 其实都想去啊 对不对不对 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回答都想去的时候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你根本没有做调查 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 就是学习也不错对吧 然后也很有才华 这个文理全才嘛对吧 但是你说这个厂商的企业你都想去 这些跟设计都没关系 顶多是无剩的啊 你那边家具设计还有这么一点 然后那个 家具设计 李总那边他那个生产线 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设计 他都没有 你好好听徐赵老师的话 他说的这个话 在你来之前有没有担心过 我发现这么多期啊 从我从15年看到现在 看到就是菲尼莫斯这么多期的节目 就是没有发现有机械设计制造 来这里面是的 很少 所以我就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我又考虑到 你不论是那个法国梦泉 他设计那个化妆品 那个瓶子 他是不是也要设计 那我也可以设计那玩意儿 那个双江同学 你不要搞错一件事啊 你把这个机械制造的 自动化的设计 给变成了产品设计 你有没有真正的 跟那些产品设计的 专业的学校的学生比过 我觉得你在可能是 在机械设计里面 制造里头最会产品设计的 但是如果你真跟那些 专业的产品设计学院的 学生比 你可能差得很远 就你现在设计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并不见得 像你自己感觉的那样高明 这个我觉得你要自己注意一点 我其实之前我就有很多这种设计理念的 在我读小黑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叫卡迪亚的生产商 他这个金子手镯 金子这个手镯 是我以前就想把它给做出来的 他那产品好几十年了 是好几十年了 但是我都没看到这个产品 我一直没见过这个产品 那你的意思是想说 其实你有这种天赋 对 咱们从细节来看一件事 他说他的产品 土老师问他 有没有找其他的生产商 他说他找过周大福 什么周生生 结果就是他跑到珠宝店 问了一下服务员 我觉得这是绝对的误判 这是一种调研吗 这是什么调研 你跑到一个首饰店 去问一个服务员 这就是你到了生产商了 那他应该找谁呢 当然他应该找到周生生的 采购部门或者是设计部门 他应该找猴爸爸 首先第一点 他要搞清楚 他的设计在什么水平 不要停留在服务员水平 但是猴总您知道吗 我觉得一个应届毕业生 他第一次出来找工作 还没有这场经验 他能够把他作品 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已经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 但是他的奥气也很大 正是因为他不是学设计 专业 他的奥气也很大 他为什么不可以有奥气呢 我觉得人家讲学金大满贯 人家为什么不可以有点奥气呢 同意 同意 这也不叫奥气 我不觉得一个学生 最重要的素质是奥气 其实猴总说的并没有错 是没错 跟我爹说的一样 对 你跟点个 但是刚刚猴总说的也没毛病 我确实得学改善这种奥气 奥一点没关系 但是反中国人 不能有丝毫的自满 但又怀有不必的自信 好 不错 身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 激动地说 你怎么那么奥气 但人家一直触遍不尽 无比的自信代表着什么 无比的自信来源于你取得的成就 你取得成就了吗 目前为止算是有点小成就吧 所以我说你有奥气 他在他这个年龄取得的成就 我觉得已经值得骄傲了 小伙子 我请你 你看年龄啊 现在是满满的自信 你的大满贯的奖学金 你除了你的专业 你还有自己的爱好 很棒 好啦 不要再刺激老猴了 竹老师 我还真的是啊 我离老猴特别近 我能看到他满满的 对这个孩子的诚意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来说 是非常善意的劝告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哪里来的成就呢 我觉得这个孩子能分好坏的 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骄傲的 站在那里 他就听不进别人说话 他能听得进去 他是一个辨别是非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把他当成 玻璃心样的去呵护他 不需要 我们没有呵护他 我们之所以有这番争论 是因为我们觉得侯学军 对于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太苛刻了 对 有傲气太有傲气不对 这个年纪老蒋成就不对 但可以离境 谁年轻没傲过 而且他傲得并不过分 不是四眼朝天 不是对大家没有尊重 不是口出狂言 人家对大家都很尊重嘛 哪里看得出他好有傲气 东东 你知道站在我这角度 我看到的是什么嘛 站在我这个角度 我看到的是一个爸爸在训斥儿子 叔叔站出来了之后 姐姐说我爸爸受委屈了 就是这种感觉 爸 你受委屈了吧 我要翻误一下贾母的发言 要贾母都站起来了 他必须的 贾母很激动 来 贾母 你是不是要反驳他的观点 我一定要反驳他的观点 好 那你站到他身边反驳他 来 妈妈快说 好 看看父母对决 这是大伯母 我欣赏这个孩子 作为一个学生最大的成绩 就在于他的本质是把学业弄好 大满贯能证明他的优秀吗 可以证明 当你像他一样年少的时候 你能像他这样镇定制度地 回答你的挑战 你的质疑吗 我没有他这样的一个 聪明和坚定 哎呀 你们俩怎么看上去 这么和谐 严妇慈母 好 当你年少都不及他的 你今天成就了这样 那我们做父母的 更应该给到的孩子 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看到的是这个孩子 他能够在他当眼前 他知道自己要重要的工作 是什么 学生我完成学业 当我面对职业的时候 我说我有梦想 此刻我仍然尊重我的专业 我要去做个机械设计 但是因为我懂思书文理 我希望把我对生活的理解 把我对设计边缘的学科 无论是思书 我的文学 我的艺术的感知 能够用到工业或者机械设计里 我这是多完美的孩子 家母好棒 温馨的一家人 我好棒啊 我只想说一句 你上来 你们俩上来 我告诉你 非你莫属到现在 九年了 你怎么才来呀 你们终于团聚了 我想跟他说几句 就是一件事 早开的花容易早泻 当你开在低处的时候 你是最先被看见的 但是只有你爬到最高处 能够看到阳光 能够再去最高的地方 绽放的时候 你才能够开得最美丽 才能开得最久 像他这样 实际上是很有才华的 但是他太骄傲 我觉得他应该再去 继续别人的优点 我当然很鼓励他去学习 但是我今天 一定要在大家 都赞扬他的时候 给他说几句话 好 让他能够确定地知道 收拾好 在这个社会里面 父母常常会说曲长不断 但我更要说孩子 你的优势是什么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更希望把你的优势 就像侯爸爸一样说 站在山顶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 你把你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扬长臂短 你可能会爬到山顶的速度 比别人快得很多 你看到的风景会大不同 所以我更强调 今天我们要做优势领域 把它到极致 看到更远的山 更美的景 严父慈母 齐了 好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祝福这家人 谢谢 谢谢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李双江登台以后 充分展示了 他的自己的才情 同时他自己在机械设计这个领域 也有足够的专长 唯一可惜的就是 确实今天的到场的企业家 他们各自的企业里面 没有特别适合这位候选人的职位 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的求职路上 并不会太难 在面试的时候 更重要的不是展示你如何如何优秀 而是要展示你跟这个岗位的匹配度 如何之高 有一种灭灯叫没岗位 不是你不行 好不好 谢谢你 小伙子 再见 好 收获就是改变那些自己的力气嘛 然后学会那些收敛 学会如何去能更好的去沟通 去